国民党的一级党务主管会捐出一个月所得 来支持乌克兰的医疗所用 医疗所用 其他的我们党员同志也欢迎踊跃捐书 上个月2月24号开始 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侵略 掀起了俄乌战争 今天进入第七天 每一位国人都非常的关心 而乌克兰陷入了战火 多少的民众 多少的这些军人 因此而丧失了生命 受到了伤害 国民党要坚定的立场 从第一天 第一天发生战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发表声明 谴责俄罗斯的侵略 我们也声援乌克兰 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希望和平 不希望战争 我们要和平 反战争 这是我们坚定的立场 同时我们应该有具体的行动 当然 谢谢我们副女部昨天也在平息 为乌克兰的民众祈福 放天灯 同时我们认为 对于在战火当中受到伤亡的乌克兰的民众 我们应该要提供一些具体的行动 所以国民党的一级党务主管 会捐出一个月所得 来支持乌克兰的医疗所用 医疗所用 其他的我们党员同志也欢迎踊跃捐书 谢谢大家